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我有念错的地方 欢迎告诉我 你将获得100个KOKO Coins 就是Coco虚拟币 你可使用Coco虚拟币在我们的网站Cocashanson.net 换取你喜欢的商品 培养这些复习惯 开始踏上成功之旅并享受富裕生活 第三个复习惯 每天花30分钟增加知识和提高技能 每天投资自己 成功人士每天都在自我改善 在大多数情况下 这包括阅读 他们会阅读和工作 事业 追求的梦想或其背后目标相关的任何东西及每一样事物 他们成为所属业界 专业 职业的学生 并随时掌握最新发生的变化 他们不把时间浪费在电视 电影或浏览网络等事情上 成功的个人每天投入一段时间 研究能以某种方式改善自我或练习某些技能的主题材料 使自己变得更好 这种日常习惯最后使他们成为所在领域的专家或专业人士 成功人士将时间试为他们拥有的最宝贵资产 他们每天自我改善 调整梦想和目标 这可能包括取得额外征兆 学位或发展新的利基点 他们不断参与某些建设性专案 以提高技能 促进事业或职业 保持心思敏锐或扩大自己的知识 知识和学习是成功的基础与跳板 我们不可能懂得一切 成为万事通 因此 你必须专心学习特定的领域 为你投资于学习的时间创造最大的报酬 我们来谈谈这些关键领域 一 了解你的工作和所在行业的一切 二 了解你对生活中充满热情事物的一切 三 了解生活中重要人物的一切 四 了解当前重大事件的一切 五 每天至少学习一样新事物 六 每天至少学习一个新词汇 七 每个月都要学习舒适圈外一件新奇的事物 挑战你的思维 不成功的人不会定期阅读业界刊物 宁愿每天花几小时看电视 为了娱乐而阅读或上网四处浏览 他们合理化自己疏于改善自我的行为 自我改善包括每天参与一些活动 改善你的心思 扩展你的知识或磨练你的技能 扩展你所在行业的知识 是你必须做的自我改善活动 这可以透过定期阅读业界刊物做到 并且藉由取得额外征兆 技能或有利于事业的心理基点 提升你的事业生涯 针对特定事业生涯所做的自我改善活动 是提高技能和善用机会所必须的 随着你的知识基础成长或技能改善 你会注意到机会开始自行现身 选择一段干扰较少且你挪得出来的时间 有时这可能是正常工作日开始前的一大早 至少每天留出30分钟做这些活动 每天30分钟看起来可能不多 但一段时间之后 加起来就是相当可观的自我改善活动 不管一天当中什么时候最适合你 都要在不受打扰的时候自我改善 从破产的人那里学得如何致富 通常甚于向比尔盖茨学习 这是因为愚蠢比聪明更常见 所以你应该花更多 力避免做出不好的金钱决定 而不是做出好的决定 第四个复习惯 每天花30分钟运动 每天都吃健康的食物 成功人士每天都持续努力 吃正确的食物和运动 他们不只考虑吃什么 也考虑吃多少 他们管理食物的摄取 不会大吃大喝 暴饮暴食 即使没有节制 也会管理好自己 避免过度放纵 而且这种事不常发生 只会偶遗未知 例如假日用餐或聚会 对成功人士来说 运动是日常例行活动 就像刷牙 他们明白每天运动有一身心 每天运动有很多好处 运动的好处 运动可以改善大脑机能运动 尤其是有氧运动 会让血液充满氧气 氧气最后会进入大脑 氧气的目的之一 是像海绵一样运作 吸收每个细胞内的废物 由于大脑使用了 20%的储备氧气 增加的氧气会流入大脑 吸收脑细胞内更多的废物 使它们更干净点 更健康 每天20-30分钟有氧运动 已经证明能够垃圾 每个脑细胞轴突分支的生长 你拥有的轴突 分支数量和你有多聪明 直接相关 所以 有氧运动可以让你更聪明 增加神经系统发育 就是新脑细胞的生长 并产生新的突出 就是脑细胞彼此交谈 运动是透过增加血液流进尺状回 Dented Gyrus 来做到这一点 尺状回是大脑海马回 Hippocampus的一部分 该区域涉及记忆形成 和神经系统发育 因此运动可以增加新的核线 有脑细胞的生长 及脑内的突出数量 运动也刺激脑原性神经营养因子 Brain 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 BDNF的产生 这会使大脑内的神经元奇迹时生长 让它们更健康 运动可以改善健康病提高生产力 有氧运动还可以促进血液流动 提供身体氧气 强化心脏 散步 慢跑或跑步等负重有氧运动 可以减低骨质疏松症发生的风险 有氧运动有助于降血压和控制血糖 如果患有心脏病 有氧运动有助于防止病发 有氧运动还可以增加高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就是好胆固醇 并且降低低密度质蛋白胆固醇 就是坏胆固醇 结果呢 减少了动脉硬化斑块形成 研究指出 经常做有氧运动的人 比不常运动的人更长寿 如上所述 氧气的作用就像海绵 它吸收每个细胞内的肺物 转化为二氧化碳 血液将二氧化碳带到肺部 然后呼出二氧化碳到环境中 清除体内的二氧化碳 有氧运动可以隆低许多状况发生的风险 包括肥胖 心脏病 高血压 第二型糖尿病 中风和某些类型的癌症 比较健康的人很少请病假 更有活力 少生病 而这可以化为工作上更高的生产力 使你对组织 顾客或客户来说更重要 这将化为更高的价值 最后赚进更多钱 运动减低压力的影响 当我们感受到压力 身体内部会发生生理上的骨牌效应 负面想法会产生压力 当身体察觉到压力 下室秋会增加 释出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 这些荷尔蒙使心脏跳动得更快 让身体做好战斗或飞行的准备 如果压力挥之不去 10号染色体上的基因 CYP时期就会被激发 这个基因用于将胆固醇化为皮质醇 身体的几乎每个部位都会用到皮质醇 目的是整合身体和心灵 身体和心灵协调运作 以逃避制造压力的外部世界危险 遗憾的是 皮质醇的副作用之一是 减少淋巴细胞 就是白血球的产生来抑制免疫系统 CYP时期基因也激发名为TCF的另一个基因 而它会抑制于重名为 戒白素二的蛋白质产生 戒白素二的目的是 使白血球处于高度避戒状态 白血球是我们抵御并奏 疾病 细菌和感染身体的任何寄生虫的主要防线 因此 长期的压力会损害免疫系统抵御这些病毒 疾病 细菌和寄生虫的能力 如上所述 有氧运动使身体充满氧气 增加氧气就会减低压力对身体的影响 因为有氧运动透过释出某些荷尔蒙 有助于整体的安适感 所以它有减压的作用 有氧运动就像棒球比赛的二雷安打 它减低压力的影响 同时减低压力本身 运动让我们感觉更快乐 快乐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由活动驱动的 所有快乐的40%是参加经常性的快乐活动带来的 有氧运动是一种快乐活动 因为它是出脑内飞 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安适感 脑内飞是天然的止痛药 能够促进安适感增加 让我们感到更快乐 运动刺激红血球生成素的产生红血球 生成素负责在骨髓中产生新的红血球 新的红血球有更多血红素 能携带更多氧气到身体 氧气可说是大脑 组织和肌肉的燃料 运动可以增加红血球提供燃料的能力 运动机发生未端粒酶的酶端粒酶 保护端粒 端粒就像每个染色体末端的帽子 控制细胞可以分裂的次数 失去端粒的细胞会死亡 称为衰老 因此 运动可以延长细胞的寿命 让你活得更久 运动会增加海马回中神经组织的数量海马 会是大脑负责记忆和学习的部分 因此 运动可以提高记忆和学习的能力 运动可以降低罹癌的风险 每周五天 每天固定运动30分钟 已经证明能使癌症发病率从50%降低到25% 运动会增加信心 运动会提高高固酮水准 这是一种荷尔蒙 不只可以加快肌肉恢复活力 也能提高信心 让你感觉更能控制自己的生活 当你觉得更有信心 就会更倾向于寻求挑战自己的机会 使个人得以成长 信心促进了你对接受新挑战 和学习新事物的渴望 这些都是伟大领导者和白手起家的大富翁 天生就有的重要特质 运动增强意志力 每天运动不只有益肌肉和健康 也能增强意志力和自制力 为食膜意志力纳膜重要 意志力耗尽会带出坏的决策 并导致你陷入旧的坏习惯 关于意志力的最新科学证据指出 意志力耗尽也称为决策疲劳 是吸毒成瘾 血酒 暴饮暴食 不忠 赌博和其他许多恶习背后的原因 当你的意志力消耗殆尽 务必提高警觉 你留下的余波可能具有毁灭性 例如家庭关系 友谊和工作 关系受损 健康状况不好 以及财务状况不佳 例如意志力低下时 人会心血来潮就买东西 使得你的生活急转直下 所以 你需要透过每天的运动来摆脱恶魔 你和身边的每一个人会因此过得更好 监控管理饮食和体重 成功人士有一套 最适合他们体重管理的系统或程序 有些系统很复杂 有些则没那么复杂 但他们会管理他们的体重 管理体重意味着每天监控食物摄取量 而且每天运动 不成功的人 没有始终如一地每天控制健康 他们总是在寻找最新的塑效饮食观念 偶尔才会处理健康问题 而且通常靠外来影响力 刺激他们少吃或吃的不同 这就是喂食模式面上有那么多饮食控制书籍 由于几乎不控制的饮食习惯 所以会一再经历增重和减重的阶段 这种行为会伤害身体 最后健康出现状况 例如高血压 糖尿病 心脏病等 不成功人士 以面对饮食的相同方式对待运动 需要某种外力 暂时刺激他们 当这种动机消失 他们就会跌回坏习惯 停止运动并导致体重增加 这是他们一生中一再发生的循环 监控饮食的一种简单方法 就是吃完每一餐或零食之后 计算吃下的卡路里 并且记录每天的摄取量 开始执行体重管理计划时 首先要了解你每天吃的特定食物 执行体重管理计划的前30天 需要追踪你吃了些什么 还要计算每种食物品项的卡路里数 在这30天 你将能确定哪些食物的热量高 然后选择避开食用高热量食物 至少要经常这么做 不要将监控和管理 饮食与节食混为一谈 它们是不一样的 节食在长期体重管理方面 起不了作用 原因是 它们限制过大 难以持久 而且坦白说 它们带走了生活中的乐趣 管理食物的摄取 并不表示挨饿 或永远不吃美味食物 你可以三不五时吃点美食 不必为此感到内疚 你只需要了解 不能每天都吃那些高热量食物 因为这可能会超过 每天的热量摄取门槛 你需要保持在这个门槛水准内 才能减重或维持体重 心血来潮时 你大可享用你喜欢的东西 但你要明白 吃你喜欢的一些食物 可能表示偶尔会超过那天的热量门槛 只要偶移位置 不是天天如此就行 监控食物摄取 只能让你在管理体重方面 做好一半的事 你必须每周五天 每天至少做20到30分钟的有氧运动 户外慢跑可以带来最有效的成果 跑步燃烧的卡路里 比是内跑步机 爬梯机或固定式自行车高约三分之一 举重 仰卧起坐 伏地挺身等则 可以补充任何基础有氧运动的不足 但不能代替有氧运动 这些运动本身不会帮助你减重 也不会帮助你塑造和调整身材 有氧运动是帮助你减重的最可靠活动 应该是你的运动计划基础 早上可能是运动的最佳时间 在一天的工作展开之前运动 比较不可能因为时间安排问题 或一天里通常会发生的冲突而跳过 成功人士会管理 闷得饮食量 而且每天固定运动 明天我们将继续分享 第五和第六个复习惯 欢迎继续收听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的人生 有所启发与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便及时收听最新内容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 请分享它帮助更多的人自我成长 并欢迎您的留言 感谢你的支持 并帮助我们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